吴剑、左衣与战友们在直升机舱内等待跳伞 中国青年报 资料图 10月17日上午天空飘着细雨 第76集团军某特种作战旅礼堂内气氛庄严肃目 陆军在这里举行受称命名大会 追授该旅特种作战义营三连员连长 吴剑现身强军实践的模范连长荣誉称号 这是陆军领导机构成立以来胜语的第一个荣誉称号 2015年7月6日 吴剑在青海格尔木进行高原伞降训练时 受回旋风气流影响 突发两伞相差特勤 伞一伞生将连对一名战士过绕 在急速下坠的生死关头 吴剑放弃飞伞自救的最佳时机全力排除险情 那名战士最后脱险得救 他却不信罪的牺牲 两年多过去了 无间的英雄尸击依然在概率流传 一提起老连长 三连的战士还是会忍不住红了眼眶 追寻烈士的足迹 一个个尘封的往事再一次让人潸然泪下 让生命的天平向战友倾斜 时间拨回到2015年7月6日 进入深秋的格尔木天高云 但当天下午2时40分左右 连长无间达成的第49架次武装直升机 升至1200米高空 跳在巨大的轰鸣声中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 十余名队员一字月出机舱 躲躲散花相继在高空绽放 无间第三个跳出机舱 它的前面是下市水 升延离开机舱 散包打开的那一刻 无间的散声出现扭进现象 这是跳伞中容易出现的特勤 有着两千余次跳伞经历 被誉为西部散王的二级军士 掌王国林说 只要跟着旋转回过境 就能排除特勤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 旋转中无间的降落伞下降 速度加快 预备向自己迂回跟对的水升延相撞 砰的一声 我的全身被散衣包裹住 几根散声勒住我的脖子 让我抬不起头 瞬间我整个人陷入一片漆黑 水升延回忆说 两伞相差后 水升延的主伞突然承受两个人的重量 下降速度加快 细细的伞声就像刀子一样了 紧他的脖子 在一千多米的高空 两名年轻的军人同时陷入险境 连掌连掌赶快飞伞 透过伞衣边缘缝隙看到 挂在下面的是无间后 水升延拼命大喊 飞伞是跳伞员一显后的一种自救措施 只需拉动手柄 将出现问题的主伞飞掉 备份伞会随即打开 然而无间并没有进行这项简单的操作 飞伞你有危险 先别动我来处置 他抬头朝水升延喊道 无间不停的扯伞衣都伞绳 水升延则顺势把伞生从脖子上扯开 时间一秒一秒递过去 随着乐在脖子上的伞生衣根根脱离 终于刷的一声包裹水升延的伞衣和伞生衣下 此抽了出去 两伞终于分开了 然而此时他们距地面只有大约400米 水升延安全了 但无间的降落伞有三根伞绳绕在右侧伞顶 左侧操纵神滑到无间大腿根部 导致右侧伞衣不能完全张开 连掌 飞伞 飞伞 水升延一边大喊 一边双手拉下两根操纵带 以最快的速度追了下去 但这一刻 无间已很难再打开备份伞 他的降落伞在空中顺时针快速螺旋下降 几秒钟后 重重的坠落地面 7月7日零时三分 连掌无间中英伤势过重 抢救无效牺牲 1000米高空散降 空中时间只有短短不到20秒 容 不得丝毫迟疑 最直接的抉择往往出自最本能的反应 而无间的本能选择 就是让生命的天平向战友倾斜 营掌郭海龙说 太可惜了 这腰好的一个干部 在战友们眼中 无间是一位军事素质国印的连长 他当兵就在特战旅 后来考入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 学的是特战专业 毕业回来还当特种兵 精通20多项特战技能和30多种武器装备 2013年无间走马上任特战三连连长 虽说是特战连可三连是转力过来的 之前没有接触过攀登 武装球度爆破等特战客幕 面对困难而陌生的客幕 战士们的情绪有些低落 这十五件把全连带到攀登楼前 亲自示范 手抓脚动 仅用12秒就爬到楼顶 只要大家跟着我练 这些看似困难的客幕其实很简单 他对大家说 有了连长座表率 战士们士气大震 各项训练成绩稳步提高 连续两年被评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 上市冯军亮回忆 连队训练中的危险客幕 无间总是第一个上 这其中就包括跳伞 伞将是特种兵的必训客幕 也是高维客幕 尤其是一伞 机动性好 渗透性强 但由于速度快 操控难度大 是伞将训练的难点客幕 装备挂机 主伞没开 两伞相差 伞生故障 碰着高压线 掉在高速 公路上落在水塘江湖里 任何一种情况都危险重重 一名上校曾在文章中列出特种兵伞将训练的风险 尽管危险系数高 但在特战里还是有个不成文的约束 没跳过伞的特种兵 不是真正的特种兵 拿不下一伞 还当时腰连掌 无间下定决心要掌握这项技能 冯军亮说 为掌握跳伞技术 连掌特别拼 离击准备姿势定型训练 他在大太阳下一定就是半个小时 掉环动作一般 他就从三米高的跳台上反复往下跳 最后双腿肿胀 上厕所 对他来说 简直就是一种煎熬 三种三肖 直上云肖 凭借不服输的拼进而 无间终于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核 获得一伞伞将资格 牺牲那天 直到上飞机跳伞前 他还在和冯军亮讨论跳一伞的操作要领 太可惜了 这腰好的一个干部 无间牺牲后 这句话成了他的战友们最痛心的一句话 连掌叫我怎能不想你 无间牺牲当天 冯军亮正在连队 教战士们跌伞 连掌出示的消息传来 他心里咯噔一下 一时难以接受 中午还在谈天说地 再见他的时候 却是冰冷的遗体 两年后再次回忆起那天 他依然沉浸在悲痛之中 对冯军亮来说 无间不仅是自己的连掌 更是自己的兄弟 2013年 作为五连伞将骨干的冯军亮 在训练中受伤 左膝盖交叉 任带断裂 就像鸟儿折断了翅膀 情绪一度十分低落 这时 三连连长 无间坚持把冯军亮 要到了三连 并当着全连的面 宣布他担任二台代理台长 无间的信任 让冯军亮走出了人生低谷 他拖着伤腿带头跳一伞 负责全营伞将训练 无间牺牲后 他写了30多页的纪念文章 题目是连长 叫我怎能不想你 在三连战士们的印象里 无间是一个爱笑的人 一笑眼睛就眯成一条缝 让人觉得十分亲切 采访中 他们的讲述一点点 勾勒出一个暖男连长的形象 早上出操 无间会摸一摸 战士们穿梅穿棉衣 晚上查铺 他用手把手电筒的光遮住 最后一次跳伞前 他把连不留的饭让给战士 自己泡方便面 然而还没顾上吃 就匆匆集合准备跳伞 很多战士都记得连长三让三等功的故事 2010年新训 连队为还是排长的无间报请三等功 我还年轻 立功的机会多着呢 无间把功让给了三班长苗胜伟 2013年无间参加全军特种兵比武竞赛 在玉归来 因连两级党组织研究推荐为他立功 他坚决不要硬是把三等功让给了连队老骨干蒋伟兄 2014年年底 经过高原散将三级联考 战士们都说要给忙活了一年的连长请功 可无间再次极力推让 把三等功让给了即将退伍的二班长王凯 我是连长 就应该让为连队留介刘汉的老同志走得暖心 他说 于是直到牺牲无间的档案里一个功也没有 但是连队荣誉势力却静静地放着散将训练先进单位 基层建设先进单位等好几块沉定变的牌子 无间牺牲后 十几名退伍老兵自发赶到格尔木 送老连长最后一程 两年里有很多三连的官兵自发利用休假期间去看望无间父母 为连长扫墓 指导员苏惠杰说 每年的七月六日三连都会以不同的形式祭奠老连长 新兵下连后 事关骨干会在连队荣誉势里向新兵介绍老连长的英雄事迹 平时的训练中没有人有一丝松懈 大家都卯足尽而为连队征荣誉 他们觉得这是对老连长最好的纪念 陶志平 孙玉柱对本文艺有贡献 的这种 一个正 오른只要 High Old 我们不边 这种 上 我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